切到3米斧 然后这个函数里面的话,我们主要统计什么呢?统计这个销售部的奖金总额 销售部,一个,两个,三个 当然你不可能说自己一个慢慢把它加起来 如果说我今天会有个加总的条件的话,那你可以用那个3米斧来做 那3米斧的函数的话,第一个当然插入函数里面,找到那个数学 数学里面往下找,它在3米斧这个位置 这个时候呢,它会告诉你说,你这边有三个需要的条件 并且它怎么计算所有符合指定这个条件储存格的总和 所以按确定之后的话,各位可以看,那它当然会有三个问题要问你 第一个就是你的range 不过底下它有个说明,所要加总的范围 不是特别重要,它这个叙述有时候容易误导你 其实range应该是你要所要判断条件的范围 那指的如果说它是对应到什么,对应到中间这个条件,叫做criteria 你的条件是什么 那我们要找的是,部门里面如果是什么呢,criteria是销售部的话 第三个问题的话,才是帮我加总起来 那加总哪一些,加总奖金 所以这个地方,上面这个range指的是要判断条件那个范围在哪里 那你中间这个criteria就是给它一个销售部 按个确定,那你可以看到,它会帮你加,加起来到4500 那开发部的话呢,是公式一样,所以把公式复制一下,取消 提到这个底下,把那个中间这个参数,把B3改成开发,或者你打开发部 我把它改B5,打勾,OK,那么2500 那其他还有底下像那个,这个是判断的时候呢,找出你要的那个条件 销售部或开发部 那再来的话,底下有一个是数量,如果是大于5万的话 那当然做法类似,你可以一样,最近使用过的用sumif 然后找到range,range是销售量,销售额 那如果呢,criteria就大于5万的,所以输入5万 那你一看的话,它会帮你把它当成一个文字处理 sumrange的话就加总,销售人员有几个 26个按确定,OK,那这样的话会得到26 那利用大概类似的概念,请各位试试看 就是说,在开启这个007产线人员工资这盒 不过你会发现,这个好像跟前面的有一点不太一样 前面的话是销售部或开发部 那这一题的话,这个007这边的话 多了一些叙述什么 产线有123,那你岂不是怎么样,要做3次吗 123,可是如果456的话,那你不是一直再往下,往后加吗 所以理论上,如果我要设定条件的话 那还好是,Sumif这个函数,它有支援所谓的万用字元 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万用字元这个 就是说呢,如果你的里面某个字元,你可以用问号或信号来表示 那一般的问号是,比如说你有一个字,你就打开 某些文字是,比如说不确定的文字的话 比如说不确定的文字的话,像产线1,123的话,可能1,可能2,可能3的话 那其实你可以用什么呢,用那个问号或者是什么呢,信号来表示 那一般的问号是,比如说你有一个字,你就打一个问号 两个字,有两个问号,你一直在推 那信号的话呢,是不管说有几个字 反正呢,我只要产线开头的一个信号 那它就会全部帮我当成是我要找的那些条件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呢,要找出的是产线开头的那些人 那我该怎么做